朋友 你们好 今天呢 我们来到了NOWU 嗯 这是NOWU 对 WOWWOW 对 沃沃 对 我们来看那个XC40 这台车是非常火的 你要知道 领克还有那个XC40 他们不是一家的吗 但是这里没有领克 我们就看一下沃沃 OK 车其实可锁可不锁 锁一下吧 看看这台 这台是什么 不好意思啊 现在是网上拍摄 所以说就有点难看 今天呢 来看的就是这个 WOWWOW 其实WOWWOW这个车呢 我是非常喜欢的 但是呢 它的价格是非常高 我掏不出那个钱来买它 真的说实话 这是XC40 你看 我刚才跟那个小哥聊了一下 它是那个4杆 然后带Turbo的250匹马力 对 而且呢 这个尺寸特别小 顺便呢 它说现在很多东西都是中国制造 确实 这个车呢 可能也一系 有一些都是中国制造嘛 对不对 哇 这个我又傻了 这个开关在哪里 这么下面 这个开关有点不合理了 哇 这个尺寸真的是果然非常的好 你看这个车尾灯 看这个车尾灯和这个腰线 这俩然就是一个欧系应该有的一个车 你看 哦 它是有那个脚踢的 来 我们到那个后排来看一下 这台车既然被他们放在那个外面 我觉得有点可惜了 这台车像现在这个尺寸的这种车哈 在我们国内应该算是那个非常走翘的车型嘛 对不对 哇 外面坐得好像很小 但是里面坐起来感觉蛮大的哈 好 你看 我等一下我放到那个这样子 诶 不错吧 坐在中间 你看 诶 蛮不错的呀 上面还有一头的那个空间 然后呢 后备箱 后备箱说实话给我是有点小了 我说实话 因为我要拉好多东西 然后呢 再转过来 OK 呃 转到那个正价和副价 这个感觉不错哈 四万七 果然是这个钱是没有白发 说实话 看一下这个能不能打开 应该没有钥匙在车上 我记得 对 没有钥匙 那不管它了 哇 可惜啊 太贵了 对不对 哇 它这个档位哈 它有那个是电子的那种悬档 就是电子悬档 对 然后呢 没有那个manual加和减 这个比较减分 说实话 我比较喜欢 哦 对对对对 它是在这里有个换挡拨片 你看 它这个位置 对 这个加和简的换挡拨片 但是 这个换挡拨片 其实做的有点低端了 我觉得 为什么呢 它那个虽然说也是金属的 可是拿起来的那个手感呢 你会觉得 呃 好像那个杜烙 很粗糙的那种杜烙 对 OK 行 现在呢 我们进去 进去拍那个 呃 进去拍 拍那个什么 再看一下这边 你看 哦 现在仪表开了 仪表开了 对 主架打开 仪表就开 是这样子 呃 它会显示没有那个 呃 钥匙 就是那个无钥匙 不在 但是这些东西都能 哦 对 你看 这个还是可以用的 不错吧 哎 坐在这 这 哎 视野还是蛮不错的哈 视野蛮不错的 说实话 这换挡拨拨片 上面的东西是 怎么用 蛮不错的 我觉得 对 呃 这是中控 呃 这些东西我觉得 它把它设计在这里 就有点觉得不好用 我觉得 很多我觉得 我觉得 当然我是以我自己主观的 那个形式来说的 下面是什么 下面是一个无线充电的东西 但是 这个被我一掰就掰开了 是不是有点个尴尬啊 然后这侧面还有个小储物格 如果说以按照国内的那种价格 买这台车哈 说实话 真的是很多人不敢接受 它有点个太太那个定价太高了 我觉得 对 对 太小了给我 对 还是有点小 对 还是有点小 呃 看一下 看一下这个屁股 来 OK XC40 OK 然后呢 再拍一下这个 可惜啊 太窄了 停在那个非常没有人看的地方 漂亮 太漂亮了 行了 今天视频就到这里 去拍旅行榜的吧 对 太窄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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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